曾经学生艺术鉴赏力大理瑞城国小最近在校内举办一场陶艺书画创作展 邀请艺术家陈思倩展出陶艺有画创作 同时也安排老师带来书法和山水画作 跟师生和家长分享交流来提升生活美学 不管是行云流水的书法作品还是富含意境的山水画作 这些都是瑞城国小的老师们在工作闲暇 学习才艺陶冶性情 学校也趁着校庆的机会展出 跟学生与家长一起分享 这篇书法作品大概就是有明清调 就是以明朝明末清初的一个书法的风格 重视整个布局张法 那书法里面重视着笔法张法末法 在重视轻重 觉得它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那这个又是一个历史建筑 我想说我是在学校教书嘛 我想给小朋友介绍一下这一个景点 那他们也可以去这里参访 然后它有很多文学相关的展览 除了学校老师的创作 这次学校也邀请到艺术家陈思倩展出陶艺油画创作 陈思倩喜爱生活陶 柴烧作品结合水晶吊饰 点缀其中增添不一样的美感 这个花瓶不只能插花 还可以当摆饰 因为我把那个桃跟那个水晶结合在一起 这个也是花气 这个是花气 像我这个会留两个洞 是因为可以让它说 像我那边有绑那个木头的 所以你可以绑一些饰品上去也都可以 透过像我们这样子的陶艺的展览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来参观的时候 有可以激发出更多的一个创意跟想法 那更了解陶词 那这些陶艺品的制作的时候 可以去击创出他们的一个新的的一个创意 学校举办陶艺书画创作展 让师生在这里欣赏艺术作品 增进鉴赏力也提升生活美学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记者赖自由